当地时间9月26日 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上 巴基斯坦代表近70个国家做共同发言 指出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新疆香港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 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各方应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遵循普遍性公正性客观性和非选择性等原则 尊重各国人民根据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同等重视各类人权 特别是对经社稳权利和发展权给予足够重视 人类社会正面临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多重挑战 国际社会应坚持多边主义 加强团结协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促进和保护人权 二十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等方式支持中国 近百个国家以不同方式表达 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好